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赵绍康最近在公办电视证件会上指指李登辉是几毒 而且说李登辉准备在1997年的7月1号宣布台湾独立 你认为赵绍康出这一招是一太毒了 或者是二大快人心 请你赶快打电话进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已经联络上了赵绍康 等一下我们随时要把这个结果给赵绍康先生知道 OK那么李登辉也说投票给新党等于是支持民进党 这句话赵绍康他也要开报 我们休息马上现在就来看 台北市民地茶两天 投票给新党的赵绍康 请投票给新党 你看这点 这点赵绍康 这点赵绍康 好 凡仙 李登辉说呢 如果投票给新党就是等于投票给民进党 你怎么说的 那是大错特错 因为那是李登辉总统 他在气急败坏的情况底下 他才对赵某人说这样子的一些话 他还说我赵某人是遇到难关的话就半毒而废 请问一下 他调教出来的徒弟 黄大舟先生的话 他根本还没有断奶 因为每次的话你看这个既然是黄大舟先生出来选市长的话 你看还要他老师出来帮他站台撑殃 他是不是还没有断奶呢 到底是他黄大舟先生出来选市长 还是他后面的老师李登辉出来选市长呢 你们要搞清楚 尤其你看这个黄大舟先生的话 最近还闹出了一个笑话 你看就是把这个三千元的这个走路工 连发的话都发不准确 还发到对方对手的手里面去了 你看像这样子的人的话 他连自己的荷包都看不紧的话 他怎么样帮我们台北市民看紧荷包 我看他变发走路工算了 他自己走路算了 他把赵少康 只有赵少康 可是有一些学者说受不了赵少康 受不了你你自己怎么说 我想他们受不了是他们家的事 有一首歌说得很好 受不了你对我的哭 我想就是因为我赵少康太酷 所以让他们那些学者受不了了 我想既然你受不了的话 我也用下一个歌词 我来奉送你们 那就是既然你们受不了我的哭 何必走上这条路 我想回去做你们自己的学者 不要走上政治这条路 不要干预政治好不好 好不好 好不好 不记得你看 不记得 不记得学者啊 他们支持的这个候補人 就叫做沉水扁 我想我已经跟他讲过了 他不叫做沉水扁 他叫做沉水鸟 为什么 因为你看他的公办证券会 他都不敢来参加 难道选举还有多起来选的吗 难道将来如果当了市场了以后 他遇到什么市政上的难题 他真的也要躲起来吗 难道我们的市民 要找市场的时候 真的要循人取释吗 我看我们现在 就让他登报作废好了 我不要说他 让他作废好不好 作废好不好 尤其你看 他还这个沉水扁先生 他最喜欢嘲笑的就是黄大舟先生 你看黄大舟先生 他请假离开台北市政府的时候 那个沉水扁先生在旁边这个嘲笑 说什么 这个黄大舟一旦走出台北市政府里后 就永远不可能再回来了 我看沉水扁先生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因为你根本永远就进不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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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台语讲得不错 这个不好意思 这个我想学台语的话 是这个外省第二单英镜的义务 不是 我就说 这个主要是 这个很多当初 这个用台语来骂我的人 以为我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纯那个欧仔 不会讲台语 但事实上他们都发现 后来他们看了那个 我那个台语的广告以后 他们都发现原来我都记得了 我都听得懂了 但是我想最主要的是 我这个为什么要学这个台语呢 因为我有一个理念就是 既然有人说我们是欧仔 但是我们要跟韩籍 既然我们都已经是在台湾的话 我们就应该要当欧仔韩籍 因为我二号召好康的话 正好就是所谓的外省第二代 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是外省第二代的 台湾第一代 所以选我二号召好康的话 就代表的话 是我们选我们外省人在台湾 选我们中华民国在台北 选北京人在纽约 选那个单身女郎在酒吧 好不好 我就说 选我赵绍康在渔夫总咨询 好不好 选我外省第二代 含集的赵绍康好不好 好不好 进行赵绍康 赵绍康 好不好 好不好 大家好 要打电话 请你赶快喔 因为目前呢 我们已经跟赵绍康的助理联络上 但是还没有跟赵绍康本人联络上 但是积极在联络当中 所以请你赶快打电话进来 OK 那么今天呢 在台北市有一场 这个公办的市长的证件发表会 那么自由时报的记者 已经到了现场 我们现在请自由时报的记者 为我们做最新的选情快报 自由时报记者请说 喂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自由时报记者朱美玲 我现在在南港国小公办证件发表会的会场 证件会刚才才结束 今天晚上的证件会 大约有一千多位民众前往聆听 由于前一场证件会曾经发生的群众肢体冲突事件 因此今天晚上的证件会 警方更是严加戒备 不过全场秩序良好 并没有再发生事端 那么 证件会第一位发言的是新党赵绍康 他除了提出对南港地区发展的证件之外 仍旧批评李总统是极毒思想 他并表示 如果李总统愿意对他的质疑公开说明 并且令人信服的话 那么他就愿意公开道歉 第二位发言的是国民党的黄大洲 他一上台立即强调 他是反对台独和集统的 另外他也说明了南港地区美好的市政建设蓝图 最后一位上台的是五党级的基隆志 他强调坚持金白参选 而且绝不卷入党派斗争 也不攻击其他的候选人 民企党的陈水扁则并未出席证件会 以上就是今天证件会大致的情形 谢谢 快报的时候也有最新的选情快报 请各位在晚间11点的时候准时收看 那么目前跟赵商商联络上 有一点问题 我们现在还积极的在联络当中 所以等一下在我们VCR在PREASE的时候 我们会尽量赶快的跟他联络 那么所以你要打电话 请赶快打电话进来 OK 那么我们知道最近坊间有一种产品 叫做无印良品 什么叫无印良品呢 就是说没有品牌的优良的产品 那么在政治的选举当中呢 也有一些是没有政党提名的候选人 他们也自认他们自己不错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一下呢我们一起去Shopping 这是一个讲究品牌的时代 政治也不例外 虽然目前台湾大大小小的政党有70多个 但在选举的战场上 则只有国民党 民进党和新党是主流品牌 这三个名牌政党推出的省市长候选人 当然是年底大选的焦点 而几个没有政党标签的候选人 则经常被忽略 省长候选人蔡正志吉吴子 原本是国民党员 最近因为参选被开除党籍 同样是二三十年的老国民党员 对此却有截然不同的反应 我绝对没有愿谈 绝对没有我信任接受 但是我英文的 我也是管理做我们国民党的这个 好像说东友同样 所以我对这个名分上 我是不说很仅仅 我真的说我的心就要为国民党来做事情 国民党也开除了很多人 时空啦 有时候也无可奈何 时空嘛 任职于省政府金建会的蔡正志则认为 国民党在首次省长选举中 未能针对台湾族群的比例来提名 是对喉咙人的不尊重 而这种党义和民意之间的严重落差 将会违及国民党的执政 这也是他自行参选的另一个原因 组军的任务 这是每一个候选人都要减过一个官 不是说你当部拿什么人 就要给什么人 这不可能 吴子则认为 会违及李登辉政权的不是别人 正是席日从元老派倒戈投靠的宋楚瑜 吴子过去所属的集思会 在理好之争时与新K在立法院大打代理人战争 如今宋得宠 而集思会却凋零 他和李主席也从肝胆相造 到现在的肝胆分裂 被开除党籍的地步 但吴子依然言必称主席 五年来我们赤胆忠诚 帮助李登辉先生打天下 这是事实 社会上有目共睹 今天依然的要赤胆忠诚的 拥护他 支持他 吴子在政见会上全程声讨宋楚瑜 但他否认这是他参选的主因 宋楚瑜先生还不值得我 要花200万去登记 前前后后还要花一笔钱 去所以批他 既然叫李主席太沉重 吴子索性自己成立一个新政党 也被设销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 季隆志卸下政党标签反而自在 他指责国民党党籍法无定法 前年底他和赵少康王建轩都自行参选 但却得到不同的党籍处分 那时候的秘书长就说他们自行参选不算危机 那就给我一个自行参选不算危机 所以我要受这种处分 我觉得是也很不公平 高雄市长两位非主流候选人 施中响郑德耀则是纯总的五党籍 做过省议员监察委员的施中响 因为10月初到五王庙保了一个小杯 因此决定参选 这是不信不信 我们信心的人就是心理想起来说 那时候有一点兴议 所以我告诉我 本人为孙天应名 这个兴议也孙天应名 施中响批评吴敦义士空降部队 缺乏地方上的人脉及地缘 市政没有做好 而他代表高雄的在地势力 连国民党的在地八大佬 都乐见他当选市长 我副市长要扶持人 还有一个副市长要扶持人 我没办法就要抓这两个人 我当时这八大佬他会很高兴 他先上回来 而诊所医生证德耀 则是为了见证台湾人的真貌而参选 由于这些三流的政客 在议坛上表现得太差劲 可是这些人又受不到制裁 起码我们看不到 所以我觉得说 一定要出来把这个讲清楚 台湾人每一个人都是很好的 除了那些少数的政客 蔡郑志 基隆志及郑德耀 都批评选丰不好 所以他们只印简单的文宣名片 不设宣传车及助选员 也因此他们寄望 透过大众媒体的报道 让选民了解他们的理念 今天我们既然媒体都这么进步了 应该我们这个媒体 要做这个宣明 跟候宣明中间的牛牛 应该是真有狗 如果是有再两次的电视辩论会的话 我们都能够参加的话 我觉得可以跨越百分之十的门槛 但是因为在这个社会 弱弱强势 所以我们可能没有那些机会 那是难度太大的 基本上钱是决定了太重要的工具 可是我们没有 可是我们又不想借用打架来造势 我们很讨厌那种事情 所以是极端的苦战 而吴子则认为 他也许是失意政客 但绝对不会失智 许信良先生想当年要选那个桃园县长 那跟我今天状况恐怕 我看好不到哪去吧 有谁会相信许信良会当选台湾县长 他不是当得好好吗 而蔡郑志则是以他长年服务基层的人面 和柯蔡中卿会来拉台选票 市中享则得到台南同乡会的支持 声势极起直追 他预估投票率8成5月77万张选票中 他和吴敦义会得到60万票 他可以得到28万票 那剩下我35万票 所以我相信我的同事 最后要赢我的同事 日来台湾选举中 五党籍得票率在三四成左右 但选举层级越高 在主流政党的夹杀下 五党籍得票空间越小 今年底省市长选举 会不会有五党籍候选人出现呢 拭目以待吧 各位报告 各位一个消息 就是我们已经联络上了赵少康 所以现在要跟赵少康先生进行对话 赵少康先生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我是赵少康 赵少康先生 我是渝夫 赵少康先生好 是您好 今天我们有个题目是 您昨天针对李总统的一些 您直接的抨击是认为 他是极毒 那么我们今天做了一个题目 就是说您出这一招呢 是太毒了 或者是大快人心 那么到目前为止的结果呢 是大快人心大幅领先 对这个结果呢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赵少康先生 赵少康先生 对不起我们可能呢 这个音讯上 因为我们用的是大哥大的这个行动电话 这种联络 可能音讯上有些问题 现在不晓得是发生了什么问题 不过呢 我们目前的电脑语音呢 还在这个进行当中 我们现在正在积极 非常抱歉 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大哥大的通话不太清楚 OK 好 今天的电脑语音已经截止了 已经截止了 那么这个结果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 主张呢 这个太毒的人呢 他是总共是6831通 而主张大快人心呢 是26304通 非常可惜 这个结果呢 目前呢 这个赵少康 他已经笑得非常快乐 但是很可惜这个结果呢 我们刚刚跟赵少康联络上了 但是又因为音讯中断的关系 不过呢 在这个节目结束了以后 我们会把这个结果告诉赵少康先生 OK 那么今天呢 在这个结尾的时候 我要奉劝各位 因为我们最近在报纸上看到 就是有些夫妻呢 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 为了这个 不是你要选谁 我要选谁 就甚至就打起来了 那么在台北市据说有3000多个例子 说起来 我觉得政治啊 没有那么严肃 大家呢 对选举啊 不要把它弄得这样子 家庭不合 OK 希望每个家庭都是在很和谐的气氛底下 尤其在看我们这个选举万岁以后 大家嘻嘻哈哈一顿 不要把选举政治看得那么的严肃 OK 好 明天 李涛的大选 大家谈之后 请记得收看 渝福的选举万岁 拜拜